嗨大家好我是TK 海盜們是否有以下困擾呢? 看故事書不知道什麼叫母群島 看成就中不清楚父老好安在哪裡 或者什麼地方是惡魔的咆哮 在這裡就會海盜們說說 盜賊之海的海域介紹 盜賊之海的海洋上目前有五個海域 不同海域有不同的風景 也有機會釣到不同的魚 當海盜查看地圖時 說到最小就能看到各海域的英文名稱 The Ancient Isles 母群島 The Shorts of Fenty 富饒海岸 The Whales 無人之地 The Devil's Law 惡魔的咆哮 The Shorts of Gold 黃金海岸 一旦海盜們了解到各個海域的所在位置和翻譯後 當揭取任務時 就比較不會在因為翻譯上的問題 而找不到要去的位置 至於要如何辨別以及到另一個海域呢 可以藉由各海域不同的風景來判斷 只要發現海洋和風景的樣子有變化時 就是已經換到下個海域的意思 方便海盜方便別 另外在一般海域中 富饒海岸 無人之地 虎群島 都各有兩個貿易戰 是All Coast結尾 也會有兩個賣魚的地點 讓各位海盜們了解一下 所有的海盜 bij Amen 海陸汁 好不好 Q5 海濺 汽 恶魔的咆哮則是屬於火山區域 只有一個貿易戰和兩個賣魚點 最後的黃金海岸則是傳奇故事第九章十 是海盜們要去冒險的地方 以上就是這次的海域介紹 在這片大海航海的海盜們千萬要認得喔 我是DK 我們下次大海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